科伦多雅贤狮子会 这次会增添了许多说国语的新成员 在今年参舞会的艺术表演中 也会体现出更多不同文化碰撞出的火花 今天很高兴各位来临我们雅言狮子会 23周年慈善契就职典礼 当晚我们会在Hilton举行的 我首先就是介绍台上各位的朋友 首先我是介绍我们今届的新会长 Lion Michelle J Cole Chair Lion Margaret Hoy 接着来就是Cole Chair Lion Amy Yang 下一位是Cole Chair Lion Jade Wang 我们的主题赞助今次是 海耀集团的Mr.Tom Wu 各位观众你们好 我是雅言狮子会创会的director 我们的历史已经有23年了 这个时间真的不短的 是很辛苦的我们做的 因为雅言狮子会是筹款机构来的 所以我们一向我们的会员 个个都很合作 我们每一年搞的function都很成功 所以很多机构已经接受到我们的捐款了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是很开心 我们进行了第23届 就在10月17号就会举人一个筹款晚会 那我本人就很开心很开心 因为我们今年又多了很多新会员 所以我们雅言狮子会是做得非常之好 Thank you 刚才Michelle提过我们有可以收集团的 我们的泰国赛兴员之外 我们另外还有律师行 有家控移民 我们有Promise的贷款有限公司 有FM105.9中文WOW TV电台 还有Harry Hoyt律师流 还有真理美容集团Journey 还有In Beauty Spa 还有Advanced Singing 还有Promise的会计师流 大家好 我感谢郭云的发言 我觉得多伦多亚新知识会 属于多伦多很重要的一个慈善机构 我觉得慈善机构对于社会很重要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很多关爱 很多人都需要帮助 那我们社会需要建立一套 完善的一个大家的一个支持的一个系统 那我觉得这个亚新知识会为这个社区 为医院 为长者机构 还有这个青少年机构都做了很多的贡献 我是那个约克区 四家宝华春会的副会长 然后我是凯耀留学移民投资集团的总裁 然后呢今天很高兴作为这个冠名赞助 对于多伦多亚新知识会这一次晚宴的冠名慈善赞助 那么亚新知识会呢在多伦多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社区组织 为长者集团 为这些病童医院 为这个青少年和这些各大的这个慈善基金 做了很多的慈善捐款 为我们多伦多社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觉得这是一股很健康给大家社区带来关爱的一个组织 所以我希望很多的这个青年人包括企业家都过来参与 那么这是一个传统的香港和广东社区的一个活动 那我希望更多的大陆的企业家和这个公司 都来捐这个慈善的捐款 然后包括我们大陆的社区更加的了解这个组织 然后来加入他 然后我也很欣赏他成立了这个多伦多青年市职会 还有大学市职会这些下属机构 帮助了很多年轻人了解这个社团 也帮助了很多年轻人建立了很多这个健康 和充满积极关爱的一个人生观 那么我在今后日子里面 我和我周围的这些企业家们 我们会更进一步的去支持这个慈善协会 谢谢 和以往不同之处呢 就是我们在节目 我们除了主题赞助商 我们是讲国语的 然后我们的节目表演方面呢 我们这次是加入了很多 就是国语文化的一些节目表演 例如就是我们有那个金剧的表演 还有来自中国的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 他刚好来我们加拿大了 我们就邀请他来为我们表演 而且另外呢我们也请了中国著名的歌剧演员和我们表演 所以我们当天晚上的那个国语色彩挺多的 谢谢我们昨天赞助商的提议 谢谢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多谢大家出席今天是多云多雅然狮子会的23周年的就职典礼和慈善参务会的记者招待会的 我是Michelle 朱曼书 很荣幸在今年的7月被选为新一届的会长 相信在大家所有的会员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一定会是做得更好 可以帮到更多是有需要的人的 今次我们的慈善参务会就将会是在希尔顿酒店举行的 在曼金市 今年我们的受惠机构就分别是会有 祈辉和心脏中风基金会和病同医院的 我们今年的主题赞助就是海耀移民 在这里是很多谢所有的赞助商户和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 希望我们的晚宴可以成功举行 谢谢 今年我们的晚宴其实除了以往我们也都有很多的在歌在舞之外 其实语言方面各类子的嘉宾各种不同的multi culture都有 亦都加多了很多国语方面的朋友比以前多了很多 所以我们今次的节目表演方面加入了一些有国语的代表性的 例如好像有京剧的表演 亦都有中国的著名的电视的节目主持是来帮我们表演的 是一个作曲家和是一位著名的歌手 亦都是有中国很著名的歌剧的演员 今次亦都是帮我们表演 所以在这个表演节目的特色方面和以往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在一起 我是代表嘉港新里程师子会 我也代表我们在十六区 我是十六区的前区域主任 谢谢 我是代表珍丽美容理学学院 是支持多人多艾仁师集会的 今次的晚会我们都是化妆赞助 多谢 我是一个新订阅 所以我只是参加了艾仁师子会 我非常兴奋 希望尽我最好去推荐我们的团队 希望有更多人来帮助我们 来帮助我们 来帮助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Amy 我是艾仁师师会今年的Tradjela 亦都是今年我们的筹盘蔓宴的一个co-chair 其实我们今年很多就有很多的赞助商 可以令到我们今次的晚会很成功 到时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节目 那些会有表演 是会今年在10月17号 在Hilton的酒店那里 会举行我们今年23年的这个 赤士晚宴 希望大家如果还有兴趣想来 参加我们的晚宴 亦都可以联络我们的会员 其他会员 大家好 很高兴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记者招待会 我是本次晚宴的co-chair 也是我们的membership们的director 那么这次晚会有几部分组成 主要我现在为大家介绍 我们有一些silo auction 还有一些ruffle ticket 那么ruffle ticket中间的奖品呢 有机票 还有珠宝 还有一千块钱的现金抽奖 那么solution呢 全部是低于市场价格 大概一折或者两折的价格 我们开始起拍卖 然后还有一些零售的一些特价的展台 那么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的晚宴 我们还有鱼票销售 同时呢 希望大家开心而来 满载而归 谢谢 各位我是黄珠珍妮 我都是在狮子会那里二十三年的了 那我们都是尽心着力为国会服务来的 为社区服务来的 那我也都在这里很多谢 我们很多好朋友 社区的住友都很支持我们国会 他们也都很努力幫我们 和筹款给我们 也都会给其他的社区 那我们在这里是很多谢 今次我们的会是在17号 蒙英在这个Hilton Street 那我们到时是很开心 有三四百人来参与的 多谢各位 多谢雷琳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